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的标题 大家请看 接口定义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 Cotlin如何定义接口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 Interface关键字 在Cotlin里面 但是不过Cotlin Java C差不多一样 是通过Interface关键字 来定义一个接口 第二 是咱们如何实现 如何使用这个接口 这是今天咱们两个知识点 好咱们马上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如何定义一个接口 非常简单 首先是这个Interface的关键字 然后加上一个空格 再跟上接口名 大家注意 接口名我是以这个大爱开头 其实您可以随便定义 因为我的这个习惯 比较喜欢定义接口 是加上一个大爱 为什么说 在咱们编码工程中 一看这个类 或者说这个名称 是以大爱开头 这就认为这是一个接口 不是一个类 以示区别 所以说我推荐您 用这种方法 大爱开头定义接口 好 那咱们定义一个数据库接口 里面有两个抽象方法 什么方法 一个是连接 一个是关闭 所有的数据库 都有这两个方法 对不对 所以说我就定义 默认定义这两个方法 好 那咱们看 按理说 定义完接口 咱们应该是定义一个类 标准类 去实现它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为了就说套用一下编程模式 我没有说定义这个基本类去实现接口 而定义了一个什么 大家请看 抽象类 我定义抽象类的数据库抽象 然后呢 去实现这个接口 那么抽象类和基本类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这没有抽象 是基本类 这样写的话 那么我这个数据库类必须要实现接口定义的这两个方法 必须要实现 如果我是抽象类的话 那么我虽然实现了这个接口 我却没有必要去实现这两个接口里面的方法 这是他们的区别啊 我推荐您把我的这个编程模式记下来 死记下来 以后套用这个模式比较好啊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抽象类中 可以定义出所有自己类的公有的方法 这是比较方便嘛 对不对 有机会的话 我在给您讲这个设计模式的时候会讲到啊 咱们先看啊 我定义一个数据库的抽象类 然后实现了database的接口 同时这个抽象类 还有一个构造器 传进来一个什么 数据库的名称 上期咱们讲过 我把这个数据库名称 附给模板级的数据库名 这个变量 当然我这是个VOL是常量 一样啊 然后呢 我这还定义一个什么 数据库的连接串 最后呢 打印一行log 这个log里面是说 您这个数据库是什么数据库 比如这个Oracle MyCircle Postgre都可以嘛 这地方我会输出 这个数据库名 就这个模板级变量 模板级常量 给叫VAL嘛 对不对 好 那咱们再看啊 接下来 这是真正的普通类 我这个普通类呢 我定义一个Oracle类 这个Oracle的类干什么 大家注意看 我实现了数据库 这个抽象类 因为这个抽象类 实现了接口 换句话说 我如果继承 这个数据库的抽象类的话 那么我这个Oracle类 注意 必须要实现 这两个接口里的方法 那换句话说 咱们这个数据库的抽象类 继承了接口 那么呢 这个接口里面的两个 必须实现的方法 在这个抽象类里面的子类 必须要实现 必须嘛 因为你的抽象类 你的负类没干的工作 负债子环 就这意思是吧 好 那么咱们Oracle类呢 就要实现connect 实现close这两个方法 内容非常简单啊 就是说 我打印正在连接数据库 第二呢 我正在关闭数据库 内容倒是非常简单 好 那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抽这个类的构造器 这相当于是构造器啊 叫做这个初始化的这个设置 干什么 大家请看 我Oracle有一个构造函数 这个构造函数里面有个参数 叫什么 连接串 然后我这连接串 负与谁 负与 负类的连接串 就是这个抽象类的连接串 因为咱们要连数据库 肯定要有一个连接串嘛 提供这个IP地址端口 用户名口令嘛 对不对 好 那我Oracle类 还在继承它负类时候呢 默认给上一个什么 数据库类型 Oracle 这个咱们跟上期是一样啊 所以我就不再讲了 OK 那么咱们通过这个 类初始化的方法 可以直接把咱们 当前传进来的接口的这个构造器的参数呢 负给自己的负类 就这种学法啊 大家注意看 INIT 好 那么该怎么用 这是重点来咯 看啊 首先说 抽象类 database呢 因为它是抽象类 所以说呢 它不能像这样被实力化 被实力化的只能是一般类啊 抽象类是不能够被实力化的哦 大家请记住这个知识啊 其实不光是这个Cotlin Java C Sharp 也是一样啊 抽象类 不能够被实力化 好 咱们看啊 我这定一个Var Oracle的接口 然后呢 用一个Oracle 然后传什么 传一个数据库的连接串 这个构造器的连接串 大家请看 是这个地方的 Connect Connection Street 而不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咱们固定设上数据库的类型 Oracle 对不对 咱们传的是数据库的连接串 换句话说 是这个数据库自身的连接串 因为每种数据库连接的方式不一样 对不对 好 那么传进来之后 它呢会通过它的初始化的设置 附给附类的连接串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在这地方 输出一下Oracle这个实力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谁定义的 抽象类 这个地方定义的 那么它这会打出数据库是Oracle 没问题吧 它会打出这个Dataverse名 就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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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注意看 就是这个地方 我按照这个 我鼠标按照这个顺序点了一遍 如果没看清了朋友 一会把我的视频再回去再看一遍 是哪个地方 就是这个地方 好 然后咱们再打印出Oracle两个方法 Connect Close 这两个方法 咱们在这个地方 Oracle的类里面把它实现过来 因为每个类 每个数据库 连接数据库的方式 底层的语言都是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它给对外的接口是一样 比如说以后我再定义一个 不叫Oracle 叫MySQL行不行 完全一样 只要你继承这个Database类 那么你必须要实现这两个方法 那这两个方法里面 你再定义MySQL 该具体怎么连接 对不对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大概的例子 咱们马上运行一下 稍等一下 我把它拷贝过来 放到咱们的Intelligence Intelligence 我是非常的喜欢 非常喜欢 没有之一 而且用它编这个 安卓的APP 简直是爽快 爽快 虽然它本身启动比较慢 但是运行还是不慢 好 咱们运行一下 go 现在正在编译 Quotlin 因为我是这个虚拟机方式 所以说它要编译成Java 然后才能运行 大家请看 首先是一个 数据库是Oracle 哪输出的 这输出的 是Info 没问题吧 是Info 就是这个地方 数据库是 什么什么类 这个Database 是模板级的Database 这个Database 是接口参数 传进来的Database名 这个Database 就是这个地方 我看见啥了 这儿 这个地方 Oracle 所以这儿输出 数据库等于Oracle 没问题吧 接下来Oracle的连接 Oracle的Close 释放 就是这个地方的实现 Oracle正在连接 Oracle正在连接 这个是负类的Database名 没有问题 刚才咱们看到 连接谁 连接串 就是这个地方 Oracle连接串 接下来 数据库的关闭 Oracle的关闭 换句话说 别看我这个类 别看我给您定义的例子 非常短 其实这个类继承的 所有的细节 都包括在里面 包括这个接口的实现 包括抽象类的定义 包括类的继承 包括如何初始化负类 如何使用负类 一目了然 我这例子太棒了 我这例子太棒了 一点吹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接口的定义 包括抽象类 和类继承的深化 进阶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我这段代码 我希望 真心希望您敲一遍 不要拷位 您敲熟了 就会发现 原来这个 Cotlin的类定义 接口定义 实现是如此的简单 对于咱们今后 开发这个Android APP的效率 绝对是提高 比Java的 永长的语法 我感觉要是强太多 真的强太多 Cotlin真的是 今后的发展方向 我希望您 能够跟我的视频 咱们一起学下去 好 以上就是今天 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 开转中国的服务器 这视频会传到 YouTube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 YouTube进行观看 OK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个视频 再见咯 拜拜